法輪功信徒在十八區練功是怎樣練功的呢 他們平日會參加獨經會 深信有助功力大增 大公報記者成功潛入法輪功 每週六在總壇舉行獨經大會 揭開法輪功總壇的神秘面紗 每週六傍晚位於青山道福治宮下十樓的一個單位 就會傳出獨經的聲音 這個單位門口沒有水牌 只有一道玻璃門向內推進 玻璃門用布覆蓋,非常神秘 推門入去後 信徒需要再經過另一道門 第二道門有一名中年的婦女駐守 經審查是信徒才被進入 首謂森嚴 法輪功總壇當日若有八十名信徒 事跡疫情爆發嚴重 每名信徒都會脫下口罩大聲讀經 信徒之間的雙距沒有1.5米防疫安全距離 總壇面積約一千八百呎 可供百多名法輪功信徒直地讀經及練功 記者發現坐在大廳中心的 是新唐電視台的主持 法輪功學會會長梁珍 福智宮下的法輪功總壇去年七月底 先開始被法輪功集團遭用 當時會長梁珍不時都會跟他的拍檔 新唐人電視的攝影師陳賢明 以及幾名信徒到新總壇做清潔打掃 記者潛入法輪功期間 發現部分信徒每天在地區的小型讀經會 三五成群每天讀經 大公報記者成功地參與一個小型讀經會 面積約四百呎 讀經廳的地面上鋪上了多張軟墊 大廳的一列窗 長期用金黃色的窗簾遮蔽 長身貼有多幅20年前 香港信徒參加內地法輪功的活動照片 他現在好像這個疫情一樣 他都不快這些人下來 也有時一活動遊行 也有內地學員回來香港參加活動 信徒說自從內地定性法輪功在邪教後 香港的信徒沒有再參與內地法輪功活動 不過內地信徒則不時來港參加活動 包括民陣每年辦的七一遊行 但疫症不通關下暫時兩地的信徒 來往受阻 之前內地學員有來香港參加活動 例如遊行 參加完再上去 但現在有疫情 不批他們下禮 記者發現 蓋門長身掛上一塊白板 用磁石貼 貼上了捐款給大紀元時報的收據 其中一張收據 著名了捐款人是武漢學員 記者好奇地問 是否內地捐款給法輪功 信徒先者等人不出聲 不作回應 結束 安全